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要想去学习这个单元测试的话 我们得离不开一个东西 离不开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python当中有一个关键计 叫做assert 也就是说断言 这个断言之间是不是没有接触过呀 我们现在呢离不开这个断言 整个测试的话全部都依赖于这个断言 那断言说白了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你去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 我预言程序执行到这个地步的话 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不是我这样的情况的话 证明我说错了 我说错的情况下 就代表你写的那段程序出现了问题 如果这个地方执行到我这个 我设到一个断言的地方的话 确确实实正如我意料之内 那就代表你那段程序没有输出 按照我的预期正确的指引下来了 这就是关于断言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结果 一个印象 那么先来看一下断言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coding 我们现在去写一个东西 咱们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呢就想去利用一下这个断言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什么函数呢 就是整数的除法操作 numdiv 咱们就来做回这个整数的除法 那整数除法的函数的话 应该通常情况下 要去写两个参数啊 比如说一个number1 一个number2 然后呢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什么工作呢 比如说对于这个函数的话 我仅仅去打印一下number1 然后呢除以number2的这样的结果值 是不是就我要的这样的函数逻辑啊 对吧 现在咱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你这个函数写完了之后 别人再去用的时候 一定会按照你的预期情况去执行吗 不一定吧 你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 我写了这函数 它是整数除法 那别人再去传的时候呢 应该给我传两个整数 一个比如说100 一个整数说是50吧 那我这时候 我所写的这两个函数 能够去正确的执行啊 对吧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别人不按照这样方式去做呢 那很有可能 别人再去调用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给你就传了个字符串 A传了个字符串B呢 也是可以的吧 是不是因为在python当中 这种变量没有类型的概念啊 它完全也给你传出去 对吧 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怎么做呢 我们就回过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有了预言这种情况了 也就意味着说 按照我们正常情况下来说 如果这个numberDNAV的这个出发操作 能够正确往下执行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number1必须应该是一个整数吧 number2 是不是必须也是一个整数啊 对吧 如果number1不是整数 number2也不是整数的话 那我接下来整段逻辑 是不是都相当于执行不了了呀 对吧 所以我得在这个地方 去保证number1是整数 也保证number2是整数 那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用断言的这种方式 断言的话怎么去做呢 这要知道 这个assert就是断言 它是python当中的一个关键字 也就是说python自有的关键字 这个assert的一个断言的话 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 要加上一个判断了 我觉得或者说我断言 我预言到这个地方的话 number1它应该是一个整数 如果不是一个整数的话 我断言出错 你要争执程序的整个去执行 告诉我 我在这个地方判断出错了 这就是断言的一个真实意义所在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怎么去利用呢 assert后面要跟上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最终的结果值 如果为真 代表你的断言成功 那程序能够继续往下去执行 如果这个表达式的结果为假 assert就认为你断言失败 你的预言出现了问题 程序就会被立即终止执行 并不会再往下去执行了 这是关于断言的所在 assert 断言的断言 然后呢 相当于后面 后面是一个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 返回真 则断言成功 程序能够继续往下执行 如果 如果 返回 如果表达式 返回假 返回假 则 断言失败 我把这个东西往后放 如果 返回假 则断言失败 然后呢 会抛出一个异常 assert 会抛出 异常 会抛出哪个异常呢 是assertion assert error 会抛出 这个异常 然后呢 终止程序执行 终止程序继续往下执行 所以 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想在这个地方呢 就以断言的形式 来去保证我的程序 能够往下执行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在这里面 就加上一个断言了 我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 一旦进行调用之前 你的number1 必须是一个整数 那你说 我如何判断 number1是一个整数啊 是不是可以使用 这个incidence的方式啊 还有印象吗 意思incidence 它是可以判断呀 我判断number1 它如果是一个整数的话 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啊 如果number1是整数 意思incidence 会反映什么东西 是不是反映真的 对吧 如果number1不是整数呢 意思incidence 是不是会反映假呀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用这个表达式 作为我的断言 能不能行呢 如果说我传入进来 这个number1 它恰好就是一个整数 那好了 意思incidence呢 它就是真 那儿色的话 它揭露到这个针的话 就认为我断言是成功的 你的预期是正确的 程序呢 能够继续往下去执行 如果你传进来的number呢 它不是整数 incidence呢 是不是就反映假了 是假的话 rseult一揭露在假 它就认为 你在这个地方断言失败了 number1不是整数 程序呢 不能再往下执行了 就给你抛出以强了 就是这么样的理解过程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呢 那我在这里面呢 就认为number1跟number2 应该都是整数啊 所以我加了两个断言 加了两个断言之后呢 咱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咱们让程序来进行相对应的调用了 比如说我在第一开始进行调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一开始numdiv 我在调用的时候呢 我先给你传一个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租传 再给你传一个租传 这两个租传是不是都是不是整数啊 所以咱们让程序的去运行一下 你让程序运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不过抛出错误信息了 抛出什么错误信息呢 抛出一个assertion error吧 然后呢 它是在哪抛出来呢 你看一下 是在numberdivab调用的时候呢 是判断谁啊 是判断number1吧 所以就相当于程序一到这里面执行的时候呢 把a传进来 把b传进来 当我去执行第七行判断 number1是不是整数的时候呢 一下子断言失败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整数 但是你给我传过来的不是整数 不符合我的断言 不符合我的预期程序呢 不能往下执行了 是不是他就给你中断了 中断会给你抛出一个异常了呀 所以这就是断言的一个意义所在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把这个点给你埋下来 如果不是我预期的情况下 我的程序不能往下执行 如果是我预期的情况下 程序就往下执行了 那你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把前面这个number1 这个东西给你改掉 我就让它是一个整数 好了 我放到这 放到之后之后的话 我让程序再重新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还跑出一场 但是这时候的话 它跑出哪个东西啊 是在判断2的时候 是不是整数的时候 是不是断言失败了呀 就代表100这东西断言成功了 但是断言number2的时候呢 又失败了 我觉得是整数 但是现在不是整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程序又没有往下执行 那我好了 我回过来 再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给你改成20 这时候相当于是两次断言应该都成功的吧 所以咱们直接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第7行也没有给我拦截 第8行也没有给我拦截 我两次的判断 两次的预言都成真了 传言过来的话 都是整数 所以程序往下执行 把对应的number1跟number2 都给我打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断言 它所对应的意义了 如果你想在某段逻辑当中的话 你觉得我程序为了能够往下执行 应该是这样一种逻辑 那你再继续使用的时候 除了可以用我们之前所据说过的 这个义附条件判断之外 你现在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另外一种方式 纸可色的是不是也能够进行判断 之前咱们的应法 是不是通知以义附的方式来判断 现在你也可以用断言的方式来进行判断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想把这个逻辑补充完整的 补充完整的话是不是还有问题啊 有没有用户有可能给你传的这个地方是0啊 有可能吧 一传0的话 你把number2作为除数 被除数的话相当于会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世界上还可以加断言啊 那我觉得 色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什么情况呢 应该number2 不应该是整数吧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断言 我觉得number2不应该是一个整数 如果是一个整数的话 你对一个不应该是一个0啊 说错了 我觉得number2不应该是为0 如果number2是0的情况下 这个里面出发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又买了个点 买了个断言 我觉得number2不应该是为0 如果说为0的话 你要给我抛出一场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就给你传了个0 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你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告诉我 我在去判断number2不应该等于0的时候 又断言失败了呀 对吧 所以我说了 后面是一个表达式 number2不等于0 是不是又是一个表达式啊 它正好能够反映出来 对应的逻辑判断是真还是假 所以我再给你传一个10的时候呢 它不是0了 咱们再这样去去一下 就乘以能够证明完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断言的意思了 那我们接下来去说的 整个的这样单元测试呢 都离不开这个断言 也就意思说 我在执行某段逻辑的时候呢 你的结果应该是我欲去那个样子 那我现在是不是对于这种情况 就用断言来去实现呀